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样的英雄 可能大家有些疑问啊 就之前我在我的这个微博上说 和NA的黑店打了很多盘 为什么不放那些精彩的局出来 我只想说这局的话看点也不少 双方打的你来我往 至于之后的那些和NA黑店打的局 我会回来之后给大家做 有很多局 输得赢的都有 反正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相当相当精彩 好像 之后大家要爽了 嘿嘿 这盘的话 我们这边是一个 我和 我爱如晴 还有VCD 龙骑 还有海宝宝的黑 然后对面呢 是这个 七神 七神 然后 突发川 老飞 这个 红叶飘香 应该是 七神的女朋友吧 然后最后 这个 还有一个 紫墨尔大神 好像是一个人路人匹配 比到他们的四黑 应该是这样 这边 海宝宝用的影魔 然后龙骑 历史上单 ZCD 蝙蝠 可能是打野 然后 卢青的 大牛 对面这个阵容 也相当不错 独狗船长 机器人 先知 还有冰魂 先知打野 冰魂 中单 然后 独狗和船长一路 独狗和船长一路的话 还是比较好配合的 独狗一个 地 然后过了 差不多一秒的时候 你放一个水 基本上都是可以水到的 那这边 我是最后一个选人 我看我这边 没有什么 就是什么位置都不缺了 三路线 还有野区 都有人了 那 只剩一个辅助位 就过来选一下冰女 大牛是和 这个 巫妖上路的 上路被 毒狗拿来福币 大牛和 力士走上的话 力士一级 应该学的是吃兵 那样的话 应该先缩一下 等到二级的时候 再上去补刀 不然的话 别人不会怕你的 因为你巫妖一级 只有吃兵 没有什么技能 就直接给你钢了 应该利用自己 吃兵的 这个 经验上的优势 把兵线给拉过来 然后 来这边他想抢我野 直接放一个诺瓦 但是打到一个 他是吃了一个树 把这个树给吃穿了 过来想抢我野 直接放了一个 那个 呃 T 打了 打到了我 还抢了我的野怪 让我非常的不高兴 然后他笑了一下 呃 这边 拉野拉到 220 现在变一个 小鸟 这边他们没有封野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 不错的消息 因为兵女 这个英雄的话 呃 你在线上 要让大哥 补刀 你不能补他的刀 然后你要帮他压人 呃 你被打了 经常会 呃 可能埋不起补给 然后 血也会吐的比较慢 这边 呃 对面没有封野的话 我就比较舒服了 可以拉拉野 然后 再用一下野区的 这个经济 这边还有宝宝 被 很多的人 给 游了 然后这边直接开了 轨迹之物 我想把这个 冰魂给偷掉 因为冰魂 他身上没有补给 而且这个血量不太多 直接ignore 然后一个E 其实这个E放的 有点多余了 那个 巫妖可以 一个普攻 把他点死 但是 呃 主要是想拿这个人头 像冰女 呃 这英雄 比如说打架的时候 呃 前期稍微 case一个 一两个人头 我觉得队友 都是可以理解的 呃 不然的话 你要让大哥补刀 然后你自己 又要让线 这样的话 你自己就 完全没有经济 如果你鞋 如果你鞋 护腕 这些装备都出不了的话 就是一个 移动经验书 呃 所以前期 在有 情况允许的话 呃 稍微抢一两个人头 是 我觉得没有问题了 这边 我在跟这个 蝙蝠沟通 我叫他开光环 因为我这边 是绕了 机器人的后 而且他们这边 是没有视野的 因为他们没有封我们的野 如果他出门 买主眼的话 肯定会封野 然后差一个 核道眼 在这边他没有眼 点他 想溢 呃 我这边刚才是 故意等他 想要放T的时候 来溢他 因为 呃 像如果我是一个VS的话 他如果 T的过程中 我塞了他 他会 踢不出去的 我以为兵女也可以 呃 结果是不可以 我兵女玩的还是 比较少 然后 胜率的话 也比较低 我这边还是说一下 我的加点 呃 兵女的加点 一般来说 都是二级的时候 前两个技能 各点一点 呃 之后 主一 呃 负三 有大加大 我比较喜欢这样 加 这样的加的话 首先你光环等级 不会太低 队友都可以享受到 这个全地图的回魔 呃 并且 像冰女的V 等级高了之后 呃 冰女的爆发 就不会低了 团战中 因为这个 弄马的技能 施法距离 还是比较远的 而且 范围很广 然后 身满了之后 有两百多的伤害 你这样的话 团战的时候 呃 这个 输出就比较高了 这边蝙蝠被抓了一波 我就可以 呃 补一下 这几个刀 心里面 特别的开心 好 这边我钱是马上要够 能Q到鞋子了 就我就直接一个V 收掉两个兵 然后这边的魔的话 还是够二连的 买一个 轨迹之物 然后把我的鞋给运过来 因为他们这边是 现在这三个人在下 我不太敢去那个 呃 野店买鞋 蝙蝠复活 先烧一波野 先烧一波野 然后 应该会继续来一下打仙 呃 这边遇到了一个先知 我赶了过去 我也 我拿一下鞋 然后往那边赶 好 先知直接传走 哎 这个位置非常的尴尬 呃 应该是R错了 点 地图点外了吧 可能吧 这种反正是我也 遇到过 下路这边 是一个机前 对面的人都不在了 那我就可以 点一下他 我点他的时候 我点他 我发现他没有加这个被动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 可以点他了 因为不存在一个打不死 就越强大 然后让他 无限回血 这边 我放了一个诺瓦 然后不停的点他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痛的 你看他这个血量 其实这时候我已经想要 来击杀他了 他这个血量 一个E 一个诺瓦 直接是 呃 杀掉了地金 他刚才好像是想过来杀我 因为他刚刚升到六级 他 但是他那个 他两个伤害都打中了 但是那个飞盘没有丢 然后这边有点怕先知 这样的话 我前期等级还是骑得比较快的 六分钟达到了五级 嗯 金字也不错 然后中路 中路海宝宝的影魔的话 被游了一次 然后这边 还是比较伤的 上路 阿川的船长 出了 回补 这边我先出一个大魔棒 然后买一个 呃 回程 回程 嗯 出了 准备出准备了 还差十几块 想要补他一个兵 没补到 他这边烧一波蟹 然后直接过去打一波大爷 过来蹭一下经验 这边呼完只出道了 这边的兵女 就尽量撑一点血 呃 血的话 秘法鞋相位鞋 呃 回撑鞋 都不错 我比较喜欢这个回撑鞋 因为 因为这个兵女的话 你有回蓝光环 但你没有回血啊 没什么那个 呃 鞋量上面的续航 这边想要单杀机器人 这个追的有点深了 呃 这蝙蝠肯定是要挂了 过来看看能不能收到 哎 收到了 直接一个远距离弄啊 把这个 呃 呃 老飞带走 呃 ZCD的打法就是也 呃 太过于刚了 就是 呃 怎么说呢 反正又太刚了 现在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打了那么久 对面又一塔 还有先知这样的英雄 肯定是不能继续追了 除非你有呃 有个队友过去TP 聚员过去 那你追还有 呃 还差不多 这边我们想要杀先知 CT牵手 CT二连中了 过来 一个E 先E住 一个Noah 引魔鸭没有放出来 直接挂了 然后我也死了 大牛被毒狗大了 直接TP 被毒狗D了 然后蝙蝠过来 直接中了冰魂的大招 呃 这波 死了四个 对面的职员速度 还是相当快的 咳 咳 咳 对面刚才乌鸭买了一组眼 那我就先不买了 TP过来 买 我先买这个 叫什么 我买了TP过来 想要 守这波 直接一波 就算是 虽然 对面 彼此 是的 咳 也太强了 我们评订了 结果 我们说 她在这避免 现在 我们说 蝙蝠似乎也要挂 去以悠世 自己在下路 голос 只要補其 没有 这些战争という脸脸应该不至于那么穷 这边给了他那么多大招 脸蝟把人拉到我这个大招面前 还是不错的 回家补一波 刚才看我栏目太多了 然后直接一个 笼瓦收了几个冰 然后回家补一波再出来 毒狗密法斜 我这边带一个树的话 是主要预防一下先知 先知飞过来捆我 直接吃树逃走 这边都在打野 12分钟10比12 人头爆发的还是挺多的 这边大牛问我们要不要守这个塔 大牛这个英雄的话 前期就是主要是缩在后面 放CT2连还有接一个大招 作为一个团控来使用 然后出到黑黄或者 笛子先锋这种肉装的话 就可以在团战中顶上去 顶上去的话 因为它这个 它等起来之后 它的被动是相当厉害的 捡对面的魔抗 还有物理防御各种抗性 在这 反正只要顶上去 就会发现别人都特别的脆 这边蝙蝠挂了 撕给人 然后我们这边 三个人开悟 想要往上跟他们搞一波 然后隐膜也过来了 从河道的位置 看一下看一下 这边他们不知道我们在 因为我们是开了物的 直接先掀手这个毒狗 我没有溢出来 直接被他给递到 乌妖和这个大牛都放了大招 我这边 我和荔齿已经相当残了 跟这个历史说 有一个冰魂 小心中冰魂大招 我们赶紧就TP 先TP回来了 然后买一个这个回春鞋 这样回春鞋的话 给我加几点护甲 然后还能 有一点续航 还是不错的 一当速度有80 最主要的是便宜 像比如说如果 打到中期 作为一个辅助冰女 比较迷茫的话 可以就是打打野 冰女还是有一个 单独打野的能力的 他这个易芒 就是五级 五级以下 包括五级的野怪 你释放一个易的话 都是可以易到十秒的 这边 想杀机器人吗 跌了两层 毒狗过去了 冰魂也往里面赶了 那就没别人 已经是看到他这个 要杀机器人了 直接拉住了毒狗 把他拉到了坡上 毒狗反身一地 回头一大 怎么办 冰魂又给了他一个大招 他把他儿了过来 但是直接被冰魂的这个大给带走 这个蝙蝠是有点悲剧的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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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咳咳 stuff 咳咳 坊 蝙蝠要么刷野,有线刷线,几分钟就可以打出来了 他杀人的话,要是没有我的配合的话,我觉得很难杀掉人 我这边如果和蝙蝠两个人一起动的话,杀人的概率就会大多了 双大,把人拉住,控制住,然后一个贴身的大招,是有相当高的爆发力的 这边600多块钱,不知道抽啥,反正先存着,TP是要带毒 我会带来弊 sorry 需要帮忙了 衡 dog 瘋虽是要带来益 adult 蝙蝠是狂咙很多的蝉蝠帅 当然我们防 Oke 狠狠 灭喉 抜队 我们再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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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 看看能不能杀一波独狗 独狗和船长 往我们这边走了 发信号让他们注意 独狗先杀独狗 因为船长是比较肉的 一摩直接跳大 独狗把自己给递了 我也放大招 过来看看能不能溢住 好的溢住了 我中了冰魂的大招 然后机器人在追我 我还是挂掉 但是机器人的T在CD了 看看能不能带走机器人 机器人一个T T空了 然后冰魂赶了过来 中了牛头的财 漂亮 这波乌鱼拿了一个三杀 这边隐磨的经济也起来了 跳刀然后身上一千 蝙蝠在上路打千 回程鞋加上三变指环 再刷几波野的话 这个 跳刀就可以出来了 挖住眼 这边蝙蝠好像又要挂 杜狗吃了一个魔棒 没有给他带走他的机会 刚刚复活 满蓝没什么事做 先过来打一波也在说 刚好可以打到十一 把视线做一下 这边野区放一个眼 然后在在这边放一个眼 因为上面上面那半区 已经有了我们的视野 这样整个从地图上看来 我们的这个视野 还是非常的开阔的 遍布各个地方 别人的动向一览无余 隐身符 我们再出那个 猜出骨灰 骨灰的话 可以给队友加一加 或者给对面放一放 同时又可以 撑自己的血 我这边的 我这边的 我这边不小心抢了 隐魔的这个隐身符 没来得及 那个 呃 往回走 看下来后面 大牛 冰魂 结果 halten 鼻热 鼻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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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断一波后 而且我刚才觉得我这个 在他们那个位置移一下 一个大招 爆发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蝙蝠表示 要继续抓人 这边 隐魔说 太快黑黄了 海宝宝 还是比较靠得住的 这边又是 各种大招带走了 土发专 好这时候骨灰也出来了 血量终于打过一千了 因为大牛他这个 打钱打的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 然后 非常的急 想叫他去补经济 嗯 这个 每个人擅长的 英雄不一样 他是这个大牛 他 天地第一次玩 玩的比较的少 但是他这个CT 和大招的释放还是 嗯 还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 打钱打少的 然后 嗯 出装备上面可能 比特别的大牛 那些靠近有点 我会尽力 他 会尽力 双倍的只能 按摩 但是他有个盾 这边我们四个人 围着他 后面 后面 魔法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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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 我可以去 冰里的光环主要就是前妻在一个线上给队友回魔 比较这个厉害 像打到这个后面的话 光环就没有前妻那么重要了 机器人接人球再抽那个血精吧 这影魔是有黑黄的 不用去蹲他管他 让他自己打钱 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尽量包在一起 你要看西门 下来 我敬你 下来 命 enthusiasm 下来 下来 消费 下来 我 autonom 下来 打一波 有人在打野 看能不能找到 堵狗 直接把自己推走 躲到一个诺瓦 哦没有躲掉 先直接给打 物妖直接一个梅肯 把我们全补了回来 然后隐磨开了加速 这边突发穿 一个水船 释放快了 哦一个那个 标记加上水 释放快了 没有放出来 没有水到 之前 之前在打我 隐磨在打先知 先知这个捆 要把自己给害了 然后这边在这个位置 释放了一个大招 觉得输出还是可以的 吃个魔棒 溢一下 这边 不要心把隐磨的四杀给抢了 前面这波团战 可以看得出来 不要心想 我会在这里 这边独狗 被控制住了 先知 先知想要杀我 先知是买活 想过来杀我 他 他T是在CD的 非常无奈 选择招了一下树人 我这边有吃树 他还是不太好杀我的 是 仙真是踢了一下自己然后传送回家 战鼓 前面从那波那个团战上 团战中可以看出来冰女这个英雄主要就是 帮队友控制然后 并且是一个隐藏的输出 你大招一般不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放 这样的话别人都能打断你 你还是主要是要 观察这个团战有多少控制自己丢出来了 然后大怪心里面会有一个判断 什么时候可以放这个大招在什么什么 在什么位置上 想把这个冰女这个英雄玩而好 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就补一波 这边出的战鼓的话 移动速度 就要有一个提升了 冰女这个英雄它移动速度是超级满 这也是我不喜欢玩冰女的一个原因 虽然冰女比较漂亮 这边我们想主动打一波 因为我们这边隐摸有BKB 我们就是 这边三十分钟 海宝宝已经是跳了到BKB 加上一把那个弓了 马上再直接做蝴蝶 先把上路的视野给做了 先放一个塔后眼 然后准备去那边放一个高地眼 这边先制和毒狗 弄我一下 先杀毒狗 哎 没异过来 哦 异到了 顺利的 完成了无人能挡 这边他们有视野 直接是先制的大 大到我了 像对面的阵容的话 团战我们肯定是要优先杀 船长或者毒狗这样的英雄 你这样的英雄 呃 太烦了 毒狗的地可以不停地救人 然后又有一个伤害加深 加上他的大招 可以 呃 如果你不把他秒的的话 他可以不停地救 你打谁他就寄你人 非常的烦 然后还有船长 船长的后手水和船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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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coming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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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加古龟 噓 直接跳过 跳过来 比如看这个现在线的情况 可以几个人去中路蹲一波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人过来收线比较脆的英雄 可以直接秒掉就逃走的 虽然说大家都比较懂 不太会就是轻易的过去收线 但是你试试起码总归是有机会 比你那个站在高地看着自己二塔不停的被人砍要强多了 没有机会回去就是了 也不损失什么 好 这边一波我就肥了 这边可以做出推推了 好 这边乌鸟也快推推了 这边我的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15级 比大哥低个三级 大牛BKB 异常的凶猛 但是CT2连没有中人 然后一个大招 我这直接是三个大招 力尺加上大牛蝙蝠的三大 没有带走这个 先知 特别有点伤了 这边我和隐魔来了 那是肯定是可以搞的 我意识他直接放大招 因为船长有引刀 然后往这个地方放一个弄瓦 哦 刚刚那个人头是海宝宝拿的 海宝宝这个意识也是相当不错 直接对这个 引刀的船长放了一个精准的瓶 然后过来想要留这个冰魂算了 这边两个 直接易住先知 但是因为这个 机器人只有一丝血 我做好一个帮大哥控制的角色就可以了 呃 团战只要我不死 我跟着大哥混亲爱的话 我这边等着骑得真是飞快 17级 哦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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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他好像没有多少血了 想过来看看他会不会 呃 看我算高地 C我一下 你看还有这么多直接满了 那我就不跟你玩了 直接一个梅肯补体 梅肯加上骨灰 直接是满状态 后来打野 那像最近有很多人说那个 MAYBE 也就是现在天梯的第一名 是刷分刷上纸的 呃 在这里我还是想帮他说几句话 他呢 不是刷的 呃 那几天我通宵 然后我是是我见证他冲到第一的 他们那个黑的话 他们那个黑的话战斗 战斗值比较高 所以只能匹配到2500以上的队伍 哎 这边 对面绕后 我们直接先把这个毒狗给秒掉 看宝宝毫不吝啬 直接一个跳大 看看我们这边还能追到人不 推过来想要溢他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肉山了 对面死了一个毒狗 然后全都回去补了 他直接中了一个水船 他们准备过来打 他们是看到大牛 所以TP到上路 我们只有四个人 然后决定不放我们这个盾 给我们打一波 呃 巫妖在死之前推了一下这个 呃 隐魔 但是隐魔还是挂掉 这波对面主要是看我们这个 大牛TP走了 然后我们只有四个人 呃 他们可能是 利用这个 他们的小鸟过来探视野 看我们大概具体在什么位置 然后 船长直接一个先手水船 直接把我们打残了 那那一波我们就不太好打了 前面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没避免大神 这边 留不到了 应该留不到了 这些BKBTP 呃 被A死了 冰魂 他中了那个冰魂的大招 那我可以告诉那个 大家为什么他那个天地敌一 没避免大神 打分打得那么快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黑比较厉害 而且他盘盘都首选高分的 无论对手是谁 呃 显得非常的自信 感觉都可以赢 因为选高分的话 赢了之后 加的分会加的比较多的 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和他们的黑一起打 或者打对家 呃 都很喜欢 嗯 因为打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激情 他们的黑呢 就是Gank 呃 要不把对面打蹦 要不就自己蹦 当然自己蹦的比较少 嗯 他们那几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们几个个人实力 还有Gank的节奏都把握的 比较不错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经验不足吧 有时候明明烈势的 打不过对面还有G刚 然后有时候收线的话 可能不太小心 呃 给我的感觉就是 年轻气盛 和 很多年前的我 有点相似吧 话说这个 呃 没必打成是95年的 这似乎又要印证我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了 呃 年轻人主宰多塔 这形式直接发生了一次的逆转 本来我们是优势相当大的 影魔 呃 黑黄 跳刀 还有蝴蝶都出的比较早 像他们看到影魔的输出 都非常的头痛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直接抓了我们一波肉扇 团灭了我们一次 然后盾又被他们打了 先知这时候是A杖 然后再做三级死定书 想要不停的呃 带线 先知这个英雄 前期的作用 可能显得不是太大 但是到了中后期 呃 就感觉这个英雄是一个 非常非常恶心的存在 你想要去推中 他直接带上 直接带下 出一个三级死定书 找很多树人 去打你的高地 自己就跑了 他就这么多鞋 又不会回鞋 没事磨一点 没事磨一点 慢慢就掉了 非常的 哎 这英雄真是非常的 打到中后期比较烦 我们这边 这个轨迹之物 其实开的还是有点明显的 但是呃 就是想要 把我们几个给集结起来 呃 找一点机会 先知 小树人的探视野 我们在找 对面直接缩了 嗨 我就是想想想 我能帮你 这应该有点 你好 嗨 我在想想想 Kind of 宋箱 intelligence 快消失了 直接出来打野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对面 我可以帮你 听得到 听到 partout 这边他们说冰女开悟太难了 是因为这个冰女如果开轨迹之物的话 全地图的这个光环就没了 就是回魔光环 你只要看对面的小冰 突然没有冰女的这个回蓝光环的存在了 那么就很简单 冰女在悟中 对面这个冰魂抽到了扬刀 想推我们一波高地 因为抓了我们一个蝙蝠 先提前过来放一下弄啊 船长直接先说我 冰魂大我 我直接把自己推走 这样的话浪费了他们一波技能 引火过去跳大 打地精 地精残血 但是地精有盾 这波的话 我们的两个人 BKB都开掉了 他突然选择了 撑这个时候放水船 然后直接一个分裂 带走了那个 TC 把自己推走 给自己加骨灰 赶紧把自己的状态给补起来 继续过来守高地 对面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了 这波他们应该拿不下来 已经选择了撤退 这时候不要冲过去追 因为只有我和巫妖两个人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走 如果冲过去他们反打一波的话 那就不太好说了 我们两个肯定不是他们对手 我和巫妖也没有大招 引火大哥在补起 所以不要盲目的 看别人那个 跑啊 你就冲过去留人 冲击加上刃甲的机器人 这边没太多事做的话 就可以跟着引火 混一下经验 顺便就随时在他身边 如果他被羊的话 第一时间把他推走 让他缓一波 反正这时候就是 大鹅不能死 我们这边都蹲在了 引火后面 小人输 这边提醒一下队友 因为队友也有推推 如果引火被羊的话 推他一手 因为如果你不推引火的话 引火会直接被打残 还有冰魂的大招 还有冰魂的C 很有可能把引火秒掉 就算秒不掉的话 引火也残了 开启黑黄之后 也不太敢 战装输出了 所以跟队友说 如果引火被羊了 赶紧推他 而且这时候 我们所有的主要输出来源 都是引火 所以对面肯定会选择 羊引火这个 非常关键的点 这边我们选择撤退 因为两路兵线 都这个不太好 可以回去 把线带一下 同时也是 气攒一下经济 大牛被带走 这边又想破我们钟 因为我们大牛 是我们这个 阵容中的一个团控 挂了 想要试图把我们的 中路给破了 直接开了笛子 蝙蝠拉了冰魂 我直接放大招 好的非常漂亮 秒掉了冰魂 然后打这个机器人 机器人也被秒掉 死了两个 漂亮 这边 我们在三为三 我直接推过去 一个弄瓦流人 一组毒狗 先把毒狗给杀死 好的 这边先之前要传走 但是被蝙蝠的一个R 给留了下来 这波打得相当的漂亮 一个 诶 这边船长 船长 谁放了一个真言 相当关键的一个真言 这样的话 呃 对面团灭了 我们的一个四打五 零换五 这边这个蝙蝠的先手 非常的关键 他拉住了冰魂 是因为冰魂有羊刀 是对隐魔有最大威胁的一个英雄 所以他选择了拉这个 这个这个冰魂 这边呃 先知买活 上来带线 然后我们中路想要进行一波推进 因为蝙蝠是有飞鞋的 所以呃 让这个蝙蝠上来带一下线 然后等一下可以飞到中路 飞到中路的话 他大招应该又好了 蝙蝠的三吉他相当快的 好像就是60秒一个 船长买活 直接扬了隐魔 隐魔直接被秒 这相当尴尬了 这边 推推没有用好 没有这个推隐魔 这样的话 这波 又亏了 对面打的也相当的聪明 他们没有提前买活 等我们推到高地 有人可以留住我们 我们的人的时候 突然一个买活 然后TP到这个 高地塔 然后给我们打 如果直接买活的话 我们肯定也就不推了 继续积攒经济 反正我们有一个 这个 已经成型的后 不怕他们 什么 plan 什么 plan 我会拿起来 大牛这边装备有点不够看 只有一个这个 黑黄 对面很有可能会想打入山 这边我直接出了一把跳刀 大牛一个C过去开了视野 这边我跳刀架推推的话 就相当的灵活了 这边我这边数据是 八杀六四 20助攻 等级21级相当高 双倍的 这边 黑黄开走了 开晚一点的话 可能能把先知给带走 因为他拉了他之后 因为先知是在被控制住的 你可以多A他几秒 然后差不多了再开BQB 直接被一个 冰魂的大招带走了 这边我们节奏还是有点乱 神级姑娘 这个病魂是个 美眉 七神的女朋友吧 对面打肉了 用小鸟过去探一下视野 如果有几 刚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选择跳过去拿盾 也不让对面拿盾 隐磨这边跳刀 蝴蝶 撒旦 黑黄 本来他这个 经济应该相当好的 但是就是几波的 一波是肉山 一波是中路高地 两波 死可以 应该说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也不是他的错误 刚才如果中路的话 有人推大一下的话 他就不会死 高地的话 大牛不去上的话 可能 我们也可以顺利拿掉 这边肉山被对面拿了 这波好像是有奶酪的 这样的话形势又回归到了 一个 应该算是军事吧 双方都有咋 两波优势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把握住 这边我们这局 巫妖刷钱刷的比较少 然后他想比较这个 辅助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 我就想吹一点 后期的装备了 吹一把羊 但是似乎差的还比较远 这次我们 这次我就学聪明了 叫他们捂 我不跟他们捂了 我跟他们捂的话 小兵就没光环了 没这个夹魔的光环了 他们去开悟 你看到队友误上来 哎呀 这边有点尴尬 这隐魔 车雷物 这些不小心点到小兵 然后出来了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对面的人 对面应该猜测到 我们是五个人在一起的 船长直接在下面 大男的带线 蝙蝠直接先手 拉住冰甲的机器人 先把隐魔推走 因为隐魔被扬了 隐魔直接释放大招 隐魔跳过去 我等一下起自己的E的CD 过去支援一下他 船长水船 我直接过来一个Noah 然后抑住 然后释放大招 直接大招带走了这个 冰魂 然后对面这个是 因为有船游 他们这个血掉的不是太多 赶紧把自己推下来 在旁边看一下 看一下还能不能搞 一个Noah A一下一个E 带走先知 完成一次双杀 然后自己跳走 这时候没有什么状态了 没有什么魔法石 直接tp回去 直接tp回去 跳过影 呃呃呃呃 放了一个水船 然后先知过去支援 然后过去 呃跳上去想助他一臂之力 但是他还是死掉 不过我收掉了 收获掉了两个人头 呃也不算太亏 从这几波可以看出来 这个冰女有了像跳刀这种切入装备 如果切入时机比较不错的话 他这个大招还是相当厉害的 溢住他 呃但这个拉有点尴尬了 开启了刃夹 还差一点 跳到好了 他就拉走 跳过来溢住 诶死 好了这波跳到和推推又立功了 又杀死了这些人 诶这 但是我们这边 人似乎全都挂了 直接放大招再见了 我们这边死了四个 影魔是中了冰魂的大 这边我等待相当的高 我直接是二十五级了 对 蜡球 这边我等待相当的高 直接是二十五级了 直接扬了 我直接把自己推走 很难 分手 啊 ケ 我直接扬了 我想杀我 我直接把自己推走 可爱 船长标记我,我先回头一个弄网 抑住他,他攻击不了我 给自己贴个骨灰 中了这个水,直接买活 直接买活 蝙蝠不停的烧,蝙蝠死了 蝙蝠跳走 蝙蝠是有宝石的,跳过来抑住他 跟着他A 推过来 被我A死,我发现这个普攻还是有点用的 铁骨灰 跳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TP回去 刚才那个船长那一波比较亮 呃,我以为我自己不会死了 还是非常残的血给自己加了骨灰 然后中了阿川的这个水柱 可以说他那个水柱是相当关键的 如果他没水柱我的话,我回家补一下 然后可以再出来这样,不用买活 呃,然后我的羊刀就比较近了 因为当时我身上的经济是3000多 那波不死的话 可能就现在就四五千了,四千多 羊刀就相当近了 有个羊刀对我们这个 团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阿川这个 船长几次的水还有这个船 都相当的关键 什么都相当的 就是我的屁股 就是这样 这波又陷入了一个有一点想迷茫的状态 对面先知不停地用大招带现 先知是出了A仗 他这个经济来的也是相当的快 这边V要想放大收兵 因为他这个后继的时候大招CD还是比较短的 一会儿我还是会把这个DOTA拜师 还有一些好看的电影写在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 我推荐了好几期电影了 可能大家也发现我看电影的口味是什么样的 我比较喜欢看这个欧美动作片 希望大家喜欢嘛 现在没什么事干 对面五个人都不见 我就蹲着隐魔 看一下隐魔的经济 四千八 不知道他下一件要说什么 打远古 完了 这对面两马羊了 呃蝙蝠的话 就是前期太刚了 不然的话他现在装备应该会好很多的 这边也是感觉对面两马羊 后期的话我们这边只有隐魔一个关键点 我想再打开出一把羊刀出来 就不蹲人了 直接被船长标记了 直接水船 推走 异一个 躲了这个飞盘 阿船开了BKB 呃丧心病狂的追我 力尺给我加了一个梅肯 呃但力尺这个走位 让我中了这个水刀 然后看这边正面战场上 隐魔开启了煞弹 但是这时候中了冰魂的大 力尺一个弹 弹死了这个机前 这波我被抓队友过来救我 呃感觉有点伤 早知道我就不打钱了 还好隐魔可以买活 隐魔还是不知道他下键要出什么 隐魔把钱用了 还剩800 对面又拿了 第四个柔杉盾 呃强席 他现在出强席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强席是比较一个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后期装 攻守兼备 加相当高的攻速 然后可以给我们整个团队 所有人都加护甲 呃加这个攻速 并且给自己加很多的护甲 然后捡对面的护甲 看宝宝这边还差几百 还差400多下路这波带了差不多就可以出到强席了 只不过他也没必要留钱 因为他这个买活是在cd的 然后这个我视频这个标题是辅助之王嘛 呃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说辅助之王 只是说 针对兵女这个英雄来说 他是辅助之王 并不是说我是辅助之王 我辅助打得很一般 也可以看到我这个 呃满眼还有蹲人的节奏不是太好 咳 咳 感觉这把羊刀可能出不来了 主要还是源于船长那些水 把我给水中了 但这时候有一把羊刀的话就好打很多了 直接扬了船长或者毒狗什么的 引波可以尽情的输出 而且我有跳刀 跳羊的话抓人会比较的好抓 一般来说是不给对面任何反应时间 直接跳舞的养主 大牛还是只有一个BKB 没有怎么刷钱 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 诶 这边蝙蝠直接 呃 先手和毒狗 就打招 有点浪费 直接A就可以A死了 船长在后面 想要绕后 蝙蝠跳过去被扬住 我直接跳过来 溢住先知 因为这时候先知的输出非常可观 他出的这种大电锤这种路线 所以我就是不停的打 先知 让他没有一个好的输出环境 这边直接溢住兵魂 然后释放大招 跳过来 NOA E马上就好了 溢住 你绿杖也没有用 我先走开 因为要被那个冻住 他现在在追我 躲飞盘 推走 E一个 呃 还是被冰甲带走 买活 钱刚好够 赶紧过来 过来支援 可以打高地 先知在上 又是一个买活 过来带我们的线 这时候我 我反倒是不许先知 因为我有两个逃命装 他肯定是不太好杀我的 我刚才也不冲太深 是因为他有羊刀 先知 又飞回中路支援 刚才一个黑黑的东西 黑色的小鸡 是尹魔 尹魔开启炸弹 然后不停地在打 这个开启正甲的 之前 然后把下路线带一下 看一下这边尹魔 这边三音战旅布 都在放这个尹魔的风筝 现在差不多 往这边赶 尹魔在自己打自己 被毒狗递了 尹魔把建筑给拆了 跟毒狗 这边没有放一个C炮 刚才如果放一个C炮的话 可以带走这个 叫什么呢 毒狗 他既然勾过来 那我就直接放一个大招了 因为他逃不了 诶 羊了我 中了冰魂的大 又是一把 又是一个羊 然后 地心撕裂着买活 哦 他能买活 这太那个太伤了 但是 实际上来说 我一个冰女 换上一个机器人的话 也不能说太亏吧 但我这边复活时间相当长 我25级 机器人清兵还是有点快的 机器人飞鞋 中路这个塔 一丝血 我还有50秒 然后巫妖还有一块 那这边 影魔直接把BKB给开了 那这波有点难了 拉住冰魂 能不能点死 影魔被扬住 然后毒狗递了冰魂 这波影魔就是 BKB开得有点早 如果吃了 如果吃了 那个 来了 我们这边 四个人都挂了 然后就剩一个复活的我了 这怎么办 这时候好纠结啊 只能看着他们拆 我要买活 我放一个诺瓦 减一下他们的攻速 你摸50秒 都够跳过来 递这个 无妖 推大一下 最后一路了 这时候 他们的几个羊 都释放完了 找个机会 先放一个Noah 跳过来 易住 直接放大招 直接秒掉 先知 先知一丝血 大牛放了一个大 带走了那个 先知 给自己贴骨灰 一边贴一边跑 然后想要过来 跳过来 易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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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 机器人追我 大牛CT二连 好 重了 我给自己贴个骨灰 还一下 但是毒狗 那个爆刚好爆了 易住 那个机器人 然后Noah 看一下这边船长 船长 果然想要追他 这时候 已经是超级兵了 在中路 现在没什么办法 只能 想办法杀几个人 来缓解一下 自己的情绪了 被大招带走 买不活 打电锤 分身斧 扬刀 死灵书 A杖 六身装天之 这期视频到这边 也就到尾声了 这周只能一根了 然后 只能下周再和大家见面了 不过下周会有很多 比较精彩的这个视频 可以做给大家看 这边已经 无视我们泉水的存在了 我们这边也有人离开了游戏 那么 此部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